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视角的珠子我还是把技能读一下 安国出牌阶段限一次 你选择一名其他角色 记住是其他角色不能对自己安国 是吧 若其首牌数为全场最少 请摸一张牌 体力值为全场最低 恢复一点体力 装备区内牌数为全场最少 随机使用一张装备牌 然后最难理解的是最后这句 然后若该角色有未执行的效果且你满足条件 你执行之 这是啥意思呢 记住这有三个条件 一个是那个手牌数最少 第二个是体力值最低 第三个是装备区内牌数最少 这三个都是之一也满足 比如说现在我们就是手牌数最少的之一 也是装备区牌数最少的之一 现在我们就满足两个条件 是吧 然后我们对一个人用 那个人在这三个条件中有满足的 他就有多少满足的 他就执行多少效果是吧 然后剩下的效果如果我们满足 我们可以执行 这个到时候具体发动的时候 我们来解释一下 就更加清楚了 现在凭空解释可能比较费劲 我们先看看这个牌局的进行 主公忙了一下二号的原罪 是吧 然后又弃了张牌给张一彩摸了一下 所以说反正也张一彩不亏 好这个开一个五中生有挂个加一码 好了 现在这么来说的话 你看杀了潮批一下 潮批直接翻了张一彩 然后被潮批给热住 张一彩应该是跳的中 潮批是跳的反 是吧 好那现在该我们行动 把速度调慢一点 现在谁满足体力值最低 潮批是吧 谁满足装备区牌最少 我们满足 其他好多人都满足 谁满足手牌数最少 张心才是吧 好那现在我们如果对潮批队友发动 安国会有什么效果 潮批是又回一滴血又摸一个装备 我们是什么府里都没有 肯定是这样的 你看潮批回一滴血摸了一个人王盾 我们是啥好处都没有捞到 是吧 好我们火攻张一彩命中 蓝蛮拎下去了 第一回合我们的这一下子 就相关于一个三手艺 三手艺是吧 让潮批回了一滴血挂了一个人王盾 相当屌的样子 作为一个四血武将们 回合有三手艺 是相当厉害的 好说上下他因为他有消机 把潮批的人王盾给抢了 是吧这个潮批气得对他一阵大骂啊 结果这个仁王盾又传递到佐什死亡去了 是吧 佐什来杀我们是吧 因为我们作为老爸 奶爸 是要被杀的啊 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猎人我们 但这个乐不思蜀绝对是很头疼的啊 我们的朱智 技能 暗国是回合初牌阶段内的技能 是极其怕乐不思蜀的是吧 好潮又打了我们一下啊 现在谁的体质最少还是张一彩是吧 谁的手牌数最少那就是我们了啊 好 我喜欢我们体质啊 当然还不是最少 张一彩体质最少是吧 好看我们这个乐啊 乐命中了 那咱就没得没得说了是吧 咱们只要是失去了初牌阶段 那咱就是一个白板啊 好潮批踩了一下乐了一下 那可以乐的一个医学啊 这个多排的是吧 这可以理解理论上来说你要乐先乐前卫的啊 那这样的话我也不好说啥是吧 毕竟人家医学被乐医学多排啊 好这个酒啥啊 我们是没有逃啊 草逼自己救了之后 呃优先往前面翻是吧 翻顺奔啊 那这样张一彩如果乐命中的话 祖宗方是很很多人都是无法行动的啊 可疑他有无险可击 还挂了帐帽蛇毛啊 好了 来一个征战商场 判了一个A点 我那个渠道可以连续出杀啊 那至少是出两个杀是吧 好这一救翻 再次翻左时 这一个九啊 这个这一杀有两个桃 草逼还救了吗 这一个桃子 灯开还有桃子吗 哎呀草逼还是没死 再接着翻草 是吧 他肯定是顺着翻 好我们又可以行动了 再把速度调慢一点 现在场上谁血最少 草逼啊 谁装备最少 也是草逼 他零是吧 谁手牌是最少还是草啊 没有说手牌是最少是张一彩啊 那现在我们队草逼使用的还是一样的 回你选多一个装备是吧 又是一个三收益啊 又是一个三收益 好 只不过可惜啊 我们当时啊 这个也满足装备区的牌最少啊 但是因为草逼他先满足了这个条件 我们依然还是啥福利也没有是吧 我们希望下次能暗国的时候 我们能搞点福利就好了啊 好 草逼开了一个桃园结议啊 那大家慢慢来是吧 这个杀张一彩依然还是手血最少手牌啊 现在张一彩变成血最少和手牌是最少啊 他只不过不是装备区的牌最少是吧 那这个篮板如果把张一彩人打死的话 那我们就满足装备区啊 那我们也不满足啊 应该是孙上香装备区牌最少啊 当然没那么容易是吧 作是那个主动方一个桃才没出过呢 孙上香断杀了啊 张一彩也顺便剩险了一张啊 那我们的邓爱也断杀了啊 张一彩又活到下一轮啊 活到下一轮 好这个9杀没有选择杀潮匹啊 选择杀孙上香啊 杀潮匹又可以射马又可以掉血 但是会导致张一彩被翻面是吧 好张一彩又是一个枪武一个两个杀 看能不能干死孙上香啊 我们肯定是没逃的 唯一有逃走的只有可能是邓爱啊 好孙上香有个9没有死 那下一轮我们对谁用 血最少的是孙上香是吧 装备区最少的是炒昂啊 守牌数最少的也是孙上香是吧 那我们对孙上香发动暗国 孙上香肯定是回一滴血 摸一张牌啊 同时我们自己又没有任何福利 那又是一个三手艺啊 好好好完了之后 我们给了潮匹一下 潮匹你掉血不要紧啊 有机会搁在把你的血给给给涨过来 但是前提是得把张一彩干死啊 否则的话 张一彩老是一血在这挂着 我们是没法让草坯回血的啊 好孙上香开了吴隆升游 这个要吴蟹得出吴蟹 这关心桃他有杀没杀的问题啊 就想想还是掏出了一张杀 看能不能干死 张一彩还是没那么容易是吧 这主攻方第二个桃子啊 这是也不奇怪啊 好常利用佐治的荣王盾给他刷刷牌啊 给了他一张红杀啊 邓爱肯定没有断杀啊 至于刀下去主攻还有桃子啊 邓爱一个火攻啊 可惜不能火攻张一彩了是吧 好在张一彩在行动里顶多出两个杀吧 这个枪我判了个接点啊 火杀我们被我们散掉 好那我们现在这一轮开始怎么暗国啊 我们先先杀曹皮是吧 既然曹皮要掉一血 我们才能才能暗国曹皮了 干脆先把曹皮打到一血 然后再对他发动暗国 现在的曹皮满足手牌数最少和血最少啊 那又是回忆的血摸一张牌 再次一个三收益是吧 看见我们基本上每回合三收益啊 四血三收益武将发挥是相当的牛逼啊 这样的强度是很高的 四血两收益就已经是强降了 四血三收益 那就属于神级别的武将是吧 好这双枪这一刀下去 张一彩死了没 死了没 终于死了 张一彩这么一倒到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又为两血的曹皮来回血了 好这个曹汉还是没有办法 不敢杀邓爱怕他觉醒 这邓爱这一个两天 在这里卡了曹汉多少次杀 只能跟仁王盾的佐持刷一刷 好邓爱杀主攻一下 为了不杀曹汉不知道为啥是吧 可能怕曹汉过牌啊 好了冰凉我们不要紧啊 咱们冰住了没事啊 你只要不把我们乐住就行是吧 那现在看看啊条件 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是厂商 跟我们跟曹匹同时满足厂商的体力值最少是吧 然后是那个我们啊 只满足这一个条件啊 因为装备区最少是长 手牌术最少是树上香是吧 那看来不过我们挂上做个连弩也能满足了啊 那我们可以对树上香发动发动这个暗国啊 那树上香摸一张牌是吧 然后我们回的血 那又是一个三双一 如果我们对曹皮发动暗国 那曹皮就回血啊 那我们也不能摸牌啊 当然如果我们先挂这个连弩暗 暗国曹皮的话 我们也可以摸一张牌是吧 当然我们作为一个奶爸一个团队的核心啊 优先我们回血 曹皮回血之后再慢慢来是吧 比如说现在啊 下一轮我们在那曹皮回血啊 这一下又把佐斯给翻面了啊 佐斯已经达到三血三血十一排 但是已经好几轮没有动了啊 还顺便刷了一个战功刀枪不入啊 好这个孙笨估计被我们的腾甲卡了 好了现在肯定是给曹皮回血了啊 这样的话就只有一个两收益了是吧 曹皮只满足一个条件啊 我们也不满足其他的什么别的条件啊 好这个佐斯要行动了啊 被关了这么久啊 这个佐斯终于要待会三血十三排启动了啊 佐斯估计等了好久就这一天哎 结果离线了是吧 大家都笑了是吧 这个佐斯离线啊 使得这一次的录像不那么完美啊 但是作为一个诸治安国的教学录像 还是可以一看的啊 这些佐斯又回来了是吧 估计被犯了太多人都没有太在意排局啊 但总总体来说这一轮每轮我们诸治的安国啊 他这个发挥的使用的点都到了是吧 你什么时候对别人用别人啊 执行效果啊 什么时候我们自己满足的同时别人执行效果 我们自己也可以自行效果是吧 大家应该都看到了是吧 后面呢就可以加快速度了 因为佐斯这一个离线啊 使得主动方已经彻底的陷入了绝境啊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诸治作为一个奶爸啊 那个甚至一个个不还能补血的一个角色啊 只要他不死他状态比较健康 那对敌人来说那就是无尽的痛苦是吧 这因为我们每回合你看这轮潮批那肯定是又是先回先回一滴血是吧 再摸一张牌啊你看这又是一个三收银 那咱们每回合又回血又摸牌啊 这样回合数一久那肯定是把敌人给磨死是吧 敌人唯一能做的就是赶紧把珠治给打死啊 但是你把珠治打残了他让别人啊 队友摸牌摸装备同时自己就可以回血是吧 你把他的手牌搞少了他让队友帮队友同时自己就可以摸牌啊 你把他装备扒光了他帮队友同时自己就可以得装备是吧 所以说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一个强将啊 可惜这把mvp不是我们啊 因为潮批翻翻人的这个次数最多他得了mvp是吧 但是因为正是因为有我们的存在啊 这个潮批才能够发动放逐这么多的次数是吧 好主角爱丽还是陈之月啊 感谢他提供的珠治录像 只可惜这个左辞啊13排的时候没有动一动啊 那个使得这个录像不是很完美啊 那同时也呼吁啊大家更多的投稿珠治珠环啊 这些新武将的录像给我啊 好第二把我们来看啊八号位原罪位反贼 主公是顺奔啊我们选谁呢 为啥不选马忠呢 对吧那我们估计对马忠的强度没有信心啊 选了个马良啊 这个这个这个珠治珠环的这这两比较弱的将都搞搞强了啊 马忠比以前的老珠治老黄还弱啊说不定哪天也会加强的是吧 好我们看看这局如何发展啊主公没有忙我们这个原罪位啊 忙的是二号位原罪位把徐胜给忙残了是吧 这徐胜不知道上来手机卡怎么刷的啊没有散啊 开个五股主公也打来无限看来认定徐胜是反啊 那有可能是人家被忙了需要一个少个桃子都是说得过去的 好不管怎么说主公这个加异马让徐胜指轮顺 然后这个蔡芬是吧他挂起了长度选择盲徐啊 这个打得非常的诡异啊不知道是啥意思啊 这理论上说他是可以把主公的马给射掉啊可以杀主公凉血是吧 所以这个但是盲徐忧这种忠诚脸是说不清楚啊 因为他说不清楚所以蔡芬人的行为也有点说不清楚了啊 这个朝职救徐胜的行为也说不清楚啊 这是大家看见没有孙笨主公那就是这么复杂啊 这如果是孙权的这个九杀不打孙权的不打孙权的行为肯定是忠诚 你看他就是反贼是吧 你以为他是忠诚吗 他认为他忙的是忠诚脸徐忧是吧 所以说他掉了一个反 那徐忧是什么身份 他好像开过南麦路芯吧 是吧所以当他开了个南麦路芯 然后最后打死了一个反贼之后再回去 先给他标个钟 那这个蔡芬人打徐胜的行为是怎么定义的 不管怎么说张艺产他没有打徐忧是打蔡芬人 也有点像中是吧 他又放一个南麦路芯苏小枪他也有点像中 那这个三个钟神就都出来了 是吧这个蔡芬人骂了一句啊 这个那个看样子蔡芬人就是反贼了 他跟徐胜对着骂 好徐忧的运气不错啊 这一齐奔就来了一个桃子 那现在咱两个队友已经阵亡了呀 他只能指望内阶了嘞是吧 然后我们现在还没法动 大家可以看这把动的麻烦 哦双香是反贼 反贼你看啥难门啊是吧 也有可能他为了抢财富人人头啊 好那另外一个反贼就是双香了 曹芬就是忠诚 应该是这么个意思是吧 我们只等着这个内奸赶紧跳啊 好双香这一个勒不思绪 把曹芬给勒住 把主攻给勒住 又把曹芬给兵住 好那至少我们能够安全行动了是吧 有这个冰凉存断填过了 这个勒不思绪不过也填过了吧 他真的填过了 那我们危险呢 这曹芬是有连弩的是吧 咱能活了下去吗 曹芬开了一个啊 这个这个五股风筝啊 他肯定是要往我们下面忙的 他一数人头就知道我们是反了是吧 好这个杀伞啊正好 拿了一个伞中伤 好了现在我们的问题是 曹芬属人头知道我们是反的 主攻不知道呀对吧 你看我们直接这个现在就只能装了 我说过优势的时候啊 这个希望身份亮出来 我们烈士的时候就希望身份混乱 把人们拼命的给主攻排 你反正没有乐是吧 即使你这个乐被人无限了啊 你这也不会打我们啊 你很有可能是去打你自己的忠诚啊 你看这个张亦彩无限了啊 他先肯定是打孙上香啊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 那打吧 就现在这个孙上香 他即使跟我们一边的话 那我们也是一个这个这个二打三 哎呦这孙上香还不可能是反贼啊 就只可能是内奸 寻优式的话是反啊 我就把这亮瞎了啊 你看这是这孙奔祖的强打 大家看见没有前面三连反 他是一片混乱啊 然后打的是自将残杀的一塌糊涂啊 这在孙犬祖是不可能出现这种事的啊 在孙奔祖前卫反贼就会出现一个问题 不知道打谁啊 打着打着就打了自己人啊 那现在我们已经陷入了绝境 但是我们的生机就在于混乱了身份 身份一旦混乱啊 那祖宗方他这个优势就是没法保持 是吧 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打错人啊 那现在不管那么多了 养父养肥主公咱都得把这个身份给混乱起来 是吧 桃子给他 主公桃子还不想吃啊 想觉醒啊 不知道是啥意思 你看张一彩就只管吃桃子了啊 曹子打不倒我们 那只能去打张一彩是吧 我们也打不到曹子 现在比较痛苦啊 能打到曹子是可以先把曹子给打死啊 这曹子叫主公别动我啊 这个忠神非常聪明是吧 他坚决不能死在主公手下 他可以死在其他人手下 那好 那我们肯定是不打曹子了 为了装的像一点啊 这木流流码一定得传给主公 除非你敢存着是吧 你要是弃木流流码或者是挂了不传了 别人都会认为你是这个莫里的凡啊 好 曹子直接就死了啊 这时候就绝对不能久失存活是吧 然后张一彩正好没闪 那说了一句马良真是无间道啊 这个孙子孙子肯定不会救你啊 这种时候他万一救错了你啊 他觉得啊 那个他可以单挑我们马良啊 把我们的八卦阵在手是吧 咱有八卦就敢跟你单挑 虽然我们给了你一个木流码是吧 这个主公肯定是刚才非常吸引我们 我们桃子啊木流啊 什么各种好牌都往主公身上啊 身上送过啊 然后他本身一身神装加木流流码 他可能觉得可以给我们和我们单挑 是吧 拉久了 你有木流码那不错啊 你有八卦我们有八卦啊 但我们每回合比你多过一排啊 换句话说就是多过50%的牌啊 这个160张排队 我们过这个100张你过60张是吧 大概是多50%是这么个意思3比2啊 大概我们过90多张你过60多张啊 就是这个呃这么个高法啊 所以这样过下去 你肯定是烈士了啊 你肯定是烈士 除非我们现在八卦 你运气比我们好优先搞掉我们的八卦 除呃除非这个事情发生了 否则的话 我们是很有希望的 哎呦他还真把我们的八卦给搞走了啊 真是乌鸦嘴啊 乌鸦嘴啊 不过anyway 我们又来了一个人王盾 但他有这个障毛是毛啊 我们这龙王盾就是个紫胡的是吧 好我们这是为啥没出伞想吃桃子啊 好这个红沙咱就气了 红沙杀了八卦了 绝对是一个亏本生意是吧 好我们现在需要黑沙 哎但这个借刀不错 但现在借刀肯定是要挨打的啊 我们需要有有伞啊 和桃子比较多余的时候才借刀啊 好这黑沙来了 只要他这个伞不够 咱们这个寒冰剑绝对是个神器啊 能起刀 这种把他这个这个装备给扒掉就好了啊 这一个沙可惜没有寒冰 他给寒冰掉啊 我们就有机会 他的已经把我们的仁王盾给搞掉了啊 咱们一个决斗杀比较多是吧 然后这个杀可能寒冰成功吗 好这一寒冰成功 这个顺口枪也行啊 这一顺手是得两张牌的啊 咱们自输那个是是是是 在单挑的时候不光是个英姿效果啊 咱有顺呢 有借刀啊 有铁锁啊 那都是可以额外得牌的 甚至有五谷啊 那都是可以摸多摸一张牌的是吧 你看这打着打着后面鼠工不行了 是吧 这曹子跟这个张艺彩都已经看出来了啊 已经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是吧 咱已经把他寒冰的差不多了啊 这个木鲁牛马也 这个这个我们的神装也起来了啊 好自己的才是最好的是吧 好那总结一下这局我们的获胜之路啊 因为孙奔这个主公他的隐含的技能啊 这个反贼正好前三个反都在前卫啊 这种情况下这个这个反贼就开始摸瞎了啊 因为寻忧看的比较像忠诚啊 这一顿摸瞎造成了极大的内耗啊 徐胜杀寻忧 蔡夫人杀徐胜 是吧 然后寻忧杀徐胜 那然后这个这个后面的三个呃 两两中一类开始出手啊 反正已经倒的一塌糊涂 在关键的时候 机智的我们没有傻傻的跳最后一个反 啊跟四双枪那个什么二打三 那就是找死是吧 我们成功的混乱了身份啊 让主公和这个张一彩 朝着这三个人处于一片摸瞎的状态啊 在这种摸瞎的状态中 我们看似一个劣势跟主公进入了单挑啊 主公的神装 我们现在只有三个装是吧 主公大概是五个装还是四个装啊 然后主公的血也比较多 他是五血我们是三血啊 但是主公没想到咱的技能比较强啊 虽然装备比例落后 血量比例落后 但技能比例强啊 运气也不错是吧 慢慢的打着打着 我们现在已经占据了场上的绝对优势啊 朝着和张一彩这两个中的还舍不得走是吧 他们那个没法想象啊 自己这么大的一个优势 结果竟然打成了这样啊 这个这个主公被啊我们完胜啊 基本上是一个完胜啊 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没有最后顺主公的那张牌 把爆他的菊花啊 我们这对这个主公还心存散恋啊 心存散恋 好这是一把非常精彩的奥斯卡 优酷电视台 YouTube电视台 B站电视台啊 观众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满意 这位主角 管杀不管埋 V啊 他的表演啊 也感谢他的录像 好最后一局我们该看一个忠诚了啊 看了两个反贼了是吧 看这位忠诚主公是佐词啊 那我们选啥呢 有我们这个这个很很怀旧的选了一个标录训啊 咱们的记录训没开 这时候不可能没开记录训吧 那除了就是为了怀旧是吧 好看看这把这个发挥如何啊 这个佐词杀了一下西子财啊 西子财的一个先辅 辅了主公啊 跳了一个忠诚啊 那主公肯定是不继续搞他了 转头搞戒长飞了 是吧 拆了戒长飞一个杀 好我们的西子财 一个无中生友 讨厌结义啊 回血成功 也没有人打他的无蟹 是吧 也跟着杀这个戒长飞啊 戒长飞能是保持了自己第一回合不掉血啊 很爽的样子 好啊 我们是个忠诚 大家看见没有 我们连了西子财跟这个贾训 看见没有 骗到了啊 这又是一场啊 紧接的一场奥斯卡啊 这是我们从三三上线变成四上线了 这一下让贾训的拥敌直接拥到我们头上啊 因为贾训他是个反贼 他没有找到队友啊 张飞没动 那前面两个人 前面一个是钟啊 我们跳了一个手反啊 就从贾训者得到了福利 刘成在我们眼里绝对是跳反 他有距离是吧 没有两个反的都没打 他是往下架的啊 我们是很清楚他是跳了反 这个郭独庞计也跳了反是吧 这个江维说乐了还拆手牌厉害了啊 我安定位了啊 这样的话这个在别人的眼中四个反就出来了啊 很有可能已经出来了 在我们眼中知道这个张飞跟江维有一个管 不是反但是被我们强 有一个不是钟啊 被我们强行的给了一个忠诚之分啊 好大家看见张飞打刘成啊 那说明张飞什么情况 张飞是反啊 那江维不是反 他打刘成是因为刘成跳反跳了不彻底是吧 因为在张飞他作为一个反贼 我们是真正跳了反的 贾训是真正跳了反的 刘成啊 我们眼里我们知道刘成是跳反 在在张飞眼里他觉得郭独庞计跳了反 比刘成要明显的多啊 他他这一数这反贼多了 他只能打一个最不像跳反的啊 那我们非常舒服 跟着打是吧 我们这么一引导 那贾训和这个也被我们给带歪了是吧 他也觉得刘成是不像跳反的了啊 就是被我们这一混乱啊 这个这个这个张飞是首先一个被混乱的 然后我们借此跟着混乱 把水继续搅混贾训彻底的撒了是吧 然后这个信使财就知道发生了什么 反正反贼死了啊 反正反贼死了是吧 那现在的话 如果内奸要跳的话 我们还没有彻底的造成优势吧 反正再死一个 我们就基本上算不把他摆脱内奸了 看这个信使财不给力啊 加徐还有凉水啊 好了我们有没有一个九杀代飞加徐 看来代飞就不出手是吧 好了这样一个决斗的话 那这个信使财还乐着发动技能啊 好这个顺诺千阳的姜维一个九杀啊 姜维肯定是跳泪了是吧 但是这个九杀没那么容易杀死 你看这个信使财卖的很爽呀 将士国一看差不多把杂虚给收掉 那干净好 然后你只管收 现在我们记录了欢乐三个三 来这两个无限格机是吧 怕了一个乐 好那这样的话 主公依血被乐肯定是会过的啊 这主公打了一个信号不知道打啥 我们这个忠诚在死 你怕谁啊 你怕啥 眼看另外一个反贼也要死了 现在只要主公不被偷啊 我们就好办啊 信使财手上是有名桃子的啊 吃掉了啊 呦不好意思 刚才没记牌啊 他吃掉是名桃子 还是他自己的桃子啊 没没太注意是吧 好我们被冰了问题不大 再杀古鲁庞击一下 古鲁庞击给我们摸牌 拆这个内奸一张牌啊 我们也无所谓的啊 好这个内奸在一个九杀 想代飞犯贼和这个信使财啊 但信使财因为有百云师没死啊 这样的话还有一个桃子 依然没死啊 把这个南门路心下去没死是吧 咱们有藤甲还是没死 好那这样基本上已经占据绝对优势了 主公只要能过这个啊 这个冰和冰过不过都无所谓 不是那个就好啊 主公这一分排 那里降位还有活路呀 他肯定是死定了呀 死定了这个张飞 能够把主公暴死吗 我们看看啊 拭目以赖啊 就张飞说算了 不搞了啊 这是碰到奥斯卡了 碰到高手了 咱直接内心都崩溃了是吧 整个就是因为张飞他那个杀流程 把整个反贼都带歪了啊 本来的话 张飞杀流程啊 因为在他眼里 我说过他数的反贼是多了一个的 那谁最不像反贼了 只有流程最不像反贼是吧 他这一杀流程啊 我们也跟着一杀 彻底把贾许带歪了啊 这就是奥斯卡的魅力啊 这就是这个身份混乱之后 我们这个这个啊 这我们混乱身份的这个操盘手的 获胜的快感啊 虽然mvp不会是我们啊 但这把真正的啊 这个这个幕后英雄绝对是标陆讯是吧 整个来说我们没发动什么技能啊 大家看见没有我们谦逊和联姻都没有发动啊 就凭玩身份就拿下了这场胜利啊 这就是身份局的魅力啊 好主角ID是荷克斯荷克斯啊 大概是这么个练法还是荷克斯荷克斯啊 感谢他的投稿啊 录像部分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继续看看三国 好我们接着看焦州的那档子事啊 为什么这里放陆讯的图片呢 因为上期我们说过啊 那个孙权趁着失蟹死了之后 派履带彻底彻底收复了焦州啊 焦子的三郡 那这样的话 那个整个焦州就处在孙权的统治下了啊 再也没有那个什么地头蛇呀 什么军阀势力了 是吧 但是焦州还是不老实啊 到赤屋十一年 也就是二四八年的时候 又出了乱子是吧 那时候陆讯已经死了 但是陆讯有个亲戚 还有一个祖子叫做陆应 那个站了出来啊 他是当时的焦州赤死 又平定了 这是叛乱啊 祖子是什么意思 我以前好像说过啊 那个祖子就就代表那个陆讯的爷爷啊 跟那个陆应的那个真祖父 就是祖祖爷爷 是吧 那个是太爷爷 是两兄弟 这个关系是比较疏远 但还是在五祖之内 是吧 这叫做祖子的关系啊 所以我们的吴郡陆氏啊 在陆讯死了之后 也并不是后继罚人的是吧 那还是有留人的啊 那我们还知道陆讯还有一个儿子陆亢 也比较牛逼啊 好 这个陆应啊 我没有他的图片 这家伙也没有上三公子十一 是吧 那他有故事可以稍微说一下啊 这个陆应呢 跟这个孙权 是绞进了那个二宫之争的啊 我们知道孙权在后面 我以前看那个孙鲁班的时候 还是孙鲁玉的时候 砍过啊 当时孙权是一个宠爱他的一个太子孙和 是吧 同时他又爱另外一个儿子叫鲁王孙霸啊 这个为什么这么玩 我已经说过多次就不再重复了啊 我们的陆讯陆应啊 这些吴俊陆氏这家子都是支持太子的是吧 但有一个人叫杨竹 这个人是支持鲁王孙霸的啊 那个有一天那个孙权把其他人都支开了 悄悄的把杨竹邀请到他的房间里 谈论 觉得这个孙霸这个儿子怎么样 那不用说杨竹就把孙霸一顿猛夸呀 就让孙霸啊 他争取让孙霸成为这个孙权的继承人是吧 结果这这这这件本来是孙权跟杨竹两个的私人对话 但是太子的势力还是很大的啊 孙权旁边有个小仆人是太子大的 躲在床底下吧 这事听见了 于是就告诉太子太子自然就告诉陆应 陆应自然就告诉陆讯是吧 陆讯一听那还得了连续现在三番四次的给孙权上书 搞孙权一定不能这样搞一定要专一的对待太子不能从鲁王孙霸 这个孙权就觉得奇妙怪了 他妈的老子跟杨竹的私人谈话 你怎么会知道的 马上把杨竹叫过来 杨竹那肯定不是我泄露的 孙权说那你就得想办法 你说不是你泄露的 那我们两个私人谈话 你必须要找出一个原因来啊 杨竹就说这个陆应很有可能是他泄露的是吧 然后这时候这个孙权也去问陆讯 你是怎么知道我要宠爱鲁王孙霸的 就陆讯这不知道为啥在这方面掉了链子啊 那个时候陆讯已经六十多岁了啊 不是在现在这个皮肤这的小年轻了啊 也可能脑袋不太清楚 一一张口就把他的主子陆应给供入去了 如果从陆应的听来的 这下的孙权当时就变脸了是吧 把陆应跟抓出来要严刑考打 说你怎么知道的老实交代啊 陆应作为一个坚定的太子党 他没有说实话 他要说实话的话 就应该供出那个躲在孙权 当时床底下那个仆人是太子党 是吧 但陆应作为一个有节操的太子党 他是绝不会说的 他就一口咬定是杨竹 是吧 反正咱们互相咬杨竹 你说是我泄露的 我就说是你泄露我 我从你那听来的啊 他一口咬定啊 孙权那一听 这没折了 把两个人一起推进了牢房严刑考打 满清十大酷刑 孙权搬出了他的东吴十大酷刑 折磨那个杨竹跟陆应这两个人 结果陆应的骨头比较硬 扛住了啊 当然他不叫扛住 他反正扛的时间比杨竹要长 杨竹先扛不住了 虚打成招了 被折磨的太痛苦了 只能跟孙权说是我泄露的 是我泄露的 你别再折磨我了 给我个痛快吧 孙权一听好开心了 我终于得到真相了是吧 就把杨竹给杀了啊 那个陆应就这样被释放了 释放了是吧 但是同时陆逊因为这个事啊 孙权总是责备陆逊 陆逊也可能觉得 把自己的主子陆应这样供出来 让他被言行考打 心里也过于不去 总之他也因为忧郁 这个六十几岁死掉了啊 陆逊也是基本上因为这个是他一个 他的死的一个切记是吧 好但是总之折腾完之后 那个孙权就把陆应拍的胶州 这种偏远的地方去当赤蛇了啊 那录音并没有因为这样就随便的 等下这个这个系列料条子是吧 在焦州还是干的不错的啊 二十八年那次判断啊 是九真郡的一些蛮夷判断 就被录音给评定了啊 这个评定判断呢 还有一个小花絮啊 这个宋朝有个人编啊 这个宋朝那个宋太宗主持编过太平预览 是吧 里面收集各种的这个文献资料 有有收到了一个资料 焦州记啊 里面提到这次判断里面有一个大兄妹子啊 叫赵玉是吧 这大兄妹子呢 因为这是咱们为了啊 这个视频能通过也不能给找特别好 特别那个这个火爆的图片 是吧 反正就总之这种学习容易挡住课本呢 是吧 什么聊天是容易压键盘呢 那这种大兄妹子啊 这个以后叫赵玉的大兄妹子 据说鲁藏树齿啊 刘逼的狠 然后呢 他是说是盗贼的手里啊 这是这个焦州记记载的啊 这个大兄妹子 当然最后自然是被我们的录音给灭掉了啊 平定了是吧 然后越南那边啊 不用说 又把这位大兄妹子捧为了民族英雄啊 根据那个焦州记的记载 这个这位的赵玉啊 就是凶大是吧 而且还这个这个那个养了不少啊 这个少兰拜倒在他的大兄 下面是吧 就作为他的这个叫什么面首啊 这种啊 又是一点也不是什么正面人物啊 就是一个不光是一个叛乱分子啊 而且还长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大兄 还养了十几个少兰当他的面首是吧 就这种人物 但是在越南的文献里面 这位大兄妹子 那又是我们他们越南的民族英雄是吧 兄大怎么了 他是非常有这个这个节操的是吧 他是为了追求越南人的民族独立啊 绝不受这个孙权啊 这种孙吴的这些外族人的压迫是吧 据说这个赵玉还说到 我要陈进风踏恶浪 斩杀东海的交而什么金鱼 驱逐无军光复河山 砸烂奴隶枷锁 绝不卑躬屈膝的做人家的妻妾啊 可见啊 这是多么的高大上啊 这是多么的让人热血沸腾啊 就是吕中豪杰 金骨之英雄啊 可见中方跟越方的记载啊 总是啊 这个这种鱼龙混杂的是吧 你我你只看某一方的东西 是永远不可能知道真相啊 所以这些细节方面 我一般读历史读到这些过于细节的东西 咱就略过了啊 反正有一件事情中方越方的记载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这个焦州发动了叛乱啊 就被这个叫陆印啊 陆逊的主旨陆印给评定了啊 好 这次评定之后 那就又过了啊 大概15年左右啊 一直到孙修当这个的东吴的皇帝的时候 焦州又出了乱子啊 这次乱子还闹的比较大 我们下期接着看